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员工心酸泪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婷宇 节目开始带您来关心 在一个多礼拜学校就开学了 从去年太阳花学运点燃台湾省议民主的火苗后 今年因为高中课纲微调争议 再度引发学生抗争运动 而在抗争过后学生们回到正常生活 这场运动对他们带来什么影响呢 到底学生的教科书又改了什么 而继太阳花之后 台湾的公民抗争逐渐从街头走向公属 省议民主非一蹴可击 需要更多的理性与智慧 事件过后正是我们该反省与检讨的时候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行动 祝国教育部 上个月31号凌晨一点多 一群反科刚微调的学生推倒巨马冲入教育部 之后占领广场162小时 事件结束 学生重新回到学校上课 我们肩上其实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 但是对我们来说肩上就是感觉好像背着 一个人深深的那种觉悟的那种感觉 那也背负着后来是来自民众 来自家人 来自朋友的一些期待 但是今天我们花1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去学习一个磨灭史实 磨灭我们的教育真谛的东西 那是学生不可以接受的 这场学生运动品真身为决策小组成员 压力很大 这一次科刚争议 从去年二月就有很多教授 以及高中老师展开一连串的抗议活动 一百多个历史学者共同联署 抗议这次不够具有专业代表性的 科刚微调 发现参加微调科刚的人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中央研究员 或者是各历史学系的这种 专门的研究人员或教授在里面 那我们觉得这对历史的专业性来讲 是不够尊重的 不过教育部对历史学教授 以及高中老师们的抗议活动 始终置之不理 终于引爆这场学生运动 一二三腿 一二三 请往后退 不要再往前推起 你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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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为什么正 那个老师的声音 教授声音政府不会听到 所以要逼得我们这些受教者 必须要走上街头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真的没有预料到 我们今天可能会做到那么大 去年太阳花学运 学生占领立院 抗议政府漠视人民的力量 没想到学运过后 政府施政依旧听不见任何反对声音 教育部他的回应真的是比较慢 等到问题已经非常大的时候 他才拉高层级来处理 事实上前面 他的幕僚应该做足够的判断 事实的处理 因为这件事情 克刚微调的争议 如果以周婉姚老师 他大声几乎 其实他已经超过两年以上的时间了 新克刚已经上路 再过一个多礼拜就开学了 到底学生的教科书改了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讲到人与人权的时候 他把原本的举例 我们克刚在这里 克刚说为什么要保障人权 为什么要重视人权 如果没有重视人权的下场 可能会他举例是说 比方像德国的纳粹 纳粹的屠杀 还有台湾曾经发生的白色恐怖 政治良心犯 这是原本克刚的写法 那他的新克刚就把这个东西 举例给他拿掉了 我们就以三明板 三明板是里面最乖的 最听话的 他原本白色恐怖写最多 他真的很倒霉 我不是要找他麻烦 是因为他原本白色恐怖写最多 然后现在删最多 这个是原本在讲人与人权的部分 你看三明板这么多 纳粹很乖 三明板最乖 纳粹 有没有 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228 很乖 很认真 结果我们看新的版本的三明板 一样是人权 他改成这个 曾兆克刚指示 新版教科书将原本迫害人权的例子 改成殖民时期 日本对台湾人的压迫与歧视 而在历史上 新版克刚也一再下指导期 希望教科书淡化日本对台建设 加强殖民时期 日本对台的侵害与剥削 不只是日本殖民时期 郑成功家族统治台湾 也是历史克刚为一条的重点 新版克刚将原本正式统治 改成民政统治 并且删除他与和音所定的条约内容 以及与清朝的谈判 以前就是正式统治时期 那我们在新版的课纲里面 希望是能够着重强调是民政 也就是他是南民政权 明朝政府政权的延续 他强调的是跟中国的连结的这一块 以我自己为例 我一定会跟学生强调 这两个差异究竟反映了什么意涵 但是从学术的讨论 他是不是属于南民政权 或者是他是不是一个单独的东宁王国 好像一个主权独立 甚至有一个规模的国家 这是属于学术的范畴 是可以讨论的 可以引用不同的资料 其实做这些调整 新版课纲用意就是要再三强调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 任何一个说法 可能背后都有史观 都有价值意识 通通会涉及判断 那研究历史的方法 就是要找证据 那找理论 来找不同的观点 历史 公民 国文 这偏人文的这些学科 他其实有强烈 有非常强烈 我自己是历史老师 我非常清楚 有很强烈的想要传达民族意识 爱国情操 甚至是公民理念 他想要塑造一种价值观 这个学科的特性 他是存在的 不过这次引起高中老师不满的 内容倒还其次 因为课纲归课纲 第一线的老师还是会根据现代的学术理论来教 真正引发老师们抗议的是 课纲的审查过程与程序问题 教育部去年年初通过高中课纲委条案 却拒绝公开委员名单与相关的会议记录 今年二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审判决 教育部败诉 法院认为 课审会的会议内容与投票记录 应涉及公益 必须公开让社会大众有知的权利 以及检视和监督的机会 即使败诉了 教育部还是不愿意公开会议内容与投票记录 坚持上诉 就连开会的委员名单 究竟是哪些人参与课纲微调 投票有没有代表性 也不愿意对外公开 那1936作为一个坐标 它前面跟后面有什么不一样 你要是 这只是一个坐标而已 那你重点是 你要知道说 它前面跟后面的那个差别在哪里 黄春木 长期参与国中和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并且也是95以及98课纲的修订委员 而那两次的委员名单都是公布的 应该说是名字 然后服务单位 指称 主要这三个讯息就公布了 那通常一个课纲可能是 可能是将近十年左右 一般我们的管理大概是将近十年左右 最近是改的比较多 一般来讲才十年左右 所以它影响层面是很大的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 它既然是一个公共事务 而且影响层面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要公开 新学年快开始 8月4号 立法院召开谈话会 经朝野协商达成共识 建议教育部启动课审会 进行课纲检讨 并且在这一学年度 开放让各校自由选书 可是今年5月 大部分的学校已经奉教育部指示 选了新课纲 如今要换姿势提大 以建议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是会做一个重新的讨论 但这重新讨论会是维持原意 还是说要选择旧的课纲 这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会讨论 但是你选择新的课纲 当然这边就涉及到 出版社的损失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下了订单了嘛 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书都印好了嘛 你这时候如果说我们不要用了 我们要换成旧的 当然这边有损失的问题 目前我们得到的讯息是说 那就是所有损失就由政府来负责 我们目前得到的讯息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从我来看 其实我们在教学现场 我们对于教科书跟课纲 其实我们没有把它摆得 那么样的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 回顾整起事件 虽然课纲微调过程备受争议 但适不适合继太阳花学运之后 再次以入侵公署的做法 来表达对公共政策的不满 我不赞成 因为本身那件就是违法的事情 虽然可能他们认为说 有那个黑箱课纲也是违法 但我不觉得就是 如果人家违法 你就要违法去吸引别人注意力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看这次 课纲争议 学生们的发言 大部分都是比较情绪性 我会比较希望看到他们 对于相关的那个内容争议的 一个论述的过程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是没有看到 不管是在那个媒体的采访 或者他们自己脸书 相关的网络的讯息的 那个相关的呈现上 我没有看到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论述的过程 所以我会觉得说是比较可惜的 因为像去年太花学运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很精彩的论述 所以某种时候 它可以说服一些 就是比较不清楚状况的社会大众 因为你有很精彩的论述 而且是论述非常有道理 非常有说服力 其实你可以争取到比较社会大众的支持 那这一次可能是因为 学生年纪也比较小 所以在相关的论述能力 或者是相关的网络的意见的 一种经营上面 做得比较不够 多数学生他们是 没有一个完整历史学习的 一个经验 因为这个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我们从 很多年以前 我们开始学历史 就是一个破碎的东西 组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学知识都是很片面很表面的 那没办法让我们深入去思考 每个段历史的意义 让我们的 对于历史的判断 就一直停在第一 最最外面的那个 外表层次 你是个无耻的部长 诶诶 若隐 我们会找他 愤怒痛哭 在这个过程中这样走向 我们每一天花多少时间 花多少力气 花多少土力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换来的是一句话 他们从五月说到现在的话 从来没有改变 我们留下来的 除了这些伤害之外 都是对政府 对教育的恨 继太阳化学运后 台湾的公民抗争 逐渐从街头走向公署 是由于政府长期以来 都不愿倾听民意所造成 也是我们的公民素养 不够成熟 民主审议非一蹴可击 需要更多的理性与智慧 所有街头的冲撞 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 都需要更长时间的社会对话 与公民参与 才能深入人心 造成改变 现在休息一会儿 我们马上回来 台北火车站大厅 旅客们拉着行李 启程前往某个目的地 或者踏上各自的归途 车站里有另一个族群 他们不是旅人 也不属于这里 默默地存在于 人来人往当中 龙辉是少数愿意面对镜头 谈及过往的人 寄居在城市底层的游民 是弱势中的弱势 他们微弱的声音 只能透过组织 为这个群体发声 十点全记录 生命物语第二期 印度西高纸山 两期类的集中地 科学家在这里 不断发现新品种 有138种不同的蛙类 还有各式奇异的真情 8月20号 周四十点全记录 生命物语第二季 就在公共电视 大家好 我是陈金志 跟公事结缘 是因为我女儿 帮我报名 公事乐林营的关系 到了公事之后 哇 不得了 那个课程很实用 又很有趣 公事的乐林营 我受益良多 我女婿女儿 一直捐款给公事 那我以前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是现在我知道了 有公事才有好的节目 因此我想要邀请大家 无论多少钱 一起来捐款给公事 让他们制作更多的好节目 捐款专线 022-2633-9922 跨播账号 1921-3335 抗日老兵奋战八年 首土魏国 最后却失去家乡 台籍日本兵高杀义勇队 太阳旗翻成青天白日 为谁而战 聚焦台湾土地 多元光谱 人民新生 8月24-26号 每晚10点 请锁定公事13频道 二战服侍路 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园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 城市的边缘 看看街友游民 或者他们现在称自己是 城市寄居屑的人们 他们的生活 这几年不时听到游民 遭到泼水 强光照射等驱赶手段 这些做法不但无助于 解决游民问题 更加深了社会的对立 而这些对立 多半来自于不了解 甚至是误解 其实游民面对的生存挑战 是让他们难以摆脱 漂泊命运的最主要原因 像他们最常做的工作 就是发传单出阵头 但是这些工作又不固定 而且长期存在着剥削的结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民间组织 长期关注游民的议题 他们试着以不同的方式 邀请游民参与摄影班 让他们以影像 和这个社会对话 或者成立攻占 让难以找工作的中高领者 能够选择不同的工作模式 他们没有来处 面目模糊 本来这个地区界 它没有人去注意它 因为你知道地区界从哪里 你知道 寻寻觅觅觅 终起一生 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壳 感谢观看 台北火车站大厅 旅客们拉着行李 启程前往某个目的地 或者踏上各自的归途 车站里有另一个族群 他们不是旅人 也不属于这里 默默地存在于 人来人往当中 龙辉是少数愿意 面对镜头谈及过往的人 我教那个一对一家 家教晚上都要上到十二点半 早上五点六要起来上一堂课 大白天不一定有时间睡觉 因为那时候建宗跟 北印尼的夜宵还在 那时候白天都要帮他们上一下 一个月下来 大概都可以收到十万多块 家教收入从十万块一路下滑 最后一个月只剩下两千块 结局是被房东扫地出门 228公园待了三年 在警察半劝说半驱赶之下 来到了台北火车站 对无家可归的人来说 想要找个七身之地落脚 却躲不掉被驱赶的命运 本来一根柱子 这样四边都有椅子 有两张椅子 这样差我们三四个又差多少 我要故意把椅子带走 现在的台北火车站 整个大厅连一张椅子都没有 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总有些任性 龙辉买了张专属的躺椅 白天他就坐在椅子上 顺便顾行李 因为这样才不会遗失 我在228的时候 都要眼睁睁地看着警察 把我们的东西拉走 睡袋 这里灌洗衣物 在大厅椅子遭到撤除之后 人和行李一起退到了门边 驱赶却仍未停止 椅子都把你搬走 我自己去买椅子 他又说那边不准放东西 我搬到这里来 他又推到外面来 夜晚龙辉的邻居 回到了台北车站 这是他们每晚重复进行的动作 仪式般地对应着 这个社会对他们的驱赶 这群无家可归的人 从车站内退到了车站外 但是关于驱赶的消息 从未间断 差不多去年12月 就有谣言说 我们在这里待不过过年 最近差不多4月的时候 又有谣言说 柯P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三角下 那里有盖一个很简单的宿舍 都要给我们在那里待到死 蒙甲公园是台北市 另一处皆有集中的地方 2011年12月的深夜里 这里祭出更为强烈的驱赶手段 我们其实很难过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台湾 在寒冬里居然没有送暖 反而是在泼水 爆发了泼水的事件 然后民间团体就是有倡议说 希望透过让游民朋友 有一个置物的空间 台北市政府他就有一个回应上面是 那我就是发这个红色的带子 民间团体对市府的回应 基本上持肯定态度 但是与原先期待的寄物空间 还存在着一段落差 他说自己不是游民 但是为其他游民的遭遇 感到愤愤不平 人家很气 气得要死 问题是人家这么多 欧巴桑90多80多都要吃饭 白天你只要在那边发便当 要罚款 上次被罚过一个 那没道理的 不准发便当 频繁的冲洗地板 都被视为对游民部友善的举措 一方面又符合一般社会大众 他能够使用这个公共空间 可是一方面又可以让 有需要使用这个公共空间的游民朋友 他也同样可以去使用到这个公共空间 我觉得说在政策的设计上面 朝向这样子共存的发展上面 其实是很重要的 他们实质存在于这个城市 不会因为驱赶而消失 如何让不同的族群共存 是社会无法回避的课题 当代漂泊协会2008年成立游民摄影家工作坊 连续多年举办摄影展 这些影像从游民的世界来观察这个城市 放在里面的每一双眼睛或者是手 有像是在等待工作 这个是在找工作 然后他们在里面 也象征了他们受困 王全军将这些栏杆纳入布展的构思当中 反而为这些影像做了最佳诠释 看出去的视角出去的时候是外面 外面是超越这些所谓的框架 框架的外面 然后所谓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自然景观 那这些自然景观就也是象征的 比如说像太阳 这边就有两幅太阳 有那个光线明亮的光线 其实就可以象征这就是他们的希望 《落难神狗人》这组作品出自追影之手 五年前独立特派员曾记录过这段过往 好像反射一种游民的生活 连这个神明都会落难 还有这个狗也是一样 流浪狗也是一样 五年后再一次遇到追影 这次照片中的主题是他在摄影班的朋友 去工作的没有睡觉 五岁 现在已经五岁 这个摄影展刚刚要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机会 他挂了 这个东西太是新讲的时候 能够早一点的为这个工作出点力 但是刚好这样子 所以特别把它留一个空位 长年关注游民议题的当代漂泊协会 除了举办摄影展之外 在今年初成立漂泊工站 为新埔寄居在城市的族群 提供不同的工作模式 其实我们还没有经过我们的巧思 或创意加以改造之前 我们都把它称为半成品 之后再把它做成比方说 层架或者是相框 或是把它磨成小杯垫等等 那这边的空间就会是 主要我们工作的区域 漂泊工站里的物品 几乎都是回收后 再加以改造 墙上这个颇有设计感的装置 从白板到木头都是回收物 用一个凹形槽的旧木头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固定成 是可以一种移动的木板 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 我们其实很习惯 东西可能有点坏了 我们不会修 我们就把它丢掉 那其实这个概念 在人的身上也是 可能他大家觉得 工作上用一用之后 他老了没有用 我们可能就不会再雇用这样的 56岁的阿诚 以前在工地做粗工 后来老板跑路工作没了 就只能靠打人工为生 不论是举牌或是出镇头 工作八个小时 大概只能领到700元 平均一个小时的工资 还不到100块 现在被人家抽屉了 怎么说 人家帮这么多忙 他们都会有抽屉 他们有的 好像要提供两三八 会觉得不公平在里面 就不要做 底层的劳动力 面对剥削的结构 却无从抵抗 没有一个很间接的整个团队里面 好 你也今天饿 也不愿意去做这个工作 大家抵制的 一直抵制 因为这个要求 做这种人实在太多了 漂泊工站提供中高龄者工作机会 每天工作五小时 实薪133元 一方面也考量到大家的身体状况 其实没有办法附和向外面市场 那种机器人的劳动状况了 那一方面我觉得 其实大家一起来工作 其实是可以互相协力跟帮忙的 这个空间是中华电信工会提供 长期以来支持当代漂泊协会 对游民的关照 寄居在城市底层的游民 是弱势中的弱势 他们微弱的声音 只能透过组织为这个群体发声 本来这个猪猪猪它没有人去注意它 因为什么 你知道猪猪猪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吗 那猪猪猪它是没有咳的 它是从小的时候伸出来 好像围生物一样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城市寄居屑没有来处 面孔更是模糊不清 但他们可能曾经是厨师 医生伤人 或是任何一个你我身边曾经遇过的人 这幅充满人脸的美术作品 并出自追影之手 是他对当代社会的观察 很祈求的那个形状 我们那个手型的这个形状 但是他的背景是黑色的 不同形状的人 都有他的委屈 寻觅一个得以保护自己的壳 是寄居屑中其一生的宿命 城市寄居屑的心愿 也不过如此 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当这个社会愿意去理解游民形成的原因 才有办法寻找出一个相融共存的可能 大自然为什么会反扑为什么 因为这会违反自然 各种大自然的资源 我们用的太多了 挫氧层啊各种什么东西 还有那个海洋啊地下水啊 各种什么东西都污染啊 其实说地球是我们大自然的 也是我们全人类的 所以说这里面的那个东西 确实是真的是很珍贵 我会让你找到她的锭线 我必须要做到这么多的东西 都瘋了 你不知道什么是 生活在看你的背后 有些秘密没有人会明白 我能告诉你这个 我没见过Claire 我之前认识她的男人 但我仍然是自然的 纸牌屋第三季 今天晚上十一点 就在公示频道 1945年4月 英国军队进入博森集中营 集中营外的果园欣欣欣向荣 一墙之格的集中营内 囚犯却个个衣不蔽体 骨瘦如柴 还有多达三万具的尸体 堆积如山 宛如人间炼狱 8月21号 周五晚间十点 安妮的集中营 你所不知道的资本主义纪录片 是由法国 加拿大 及以色列跨国和制 震撼的内容将解构资本主义逻辑 掀起一场知性的大地震 这绝对是你彻底了解资本主义的最后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人心里一幕一幕天 每个人心里一个梦一个梦 一个呀一个种子是我心里的梦天 台风苏迪勒横扫全台湾 强风好雨造成四百多万户停电 各地的路数更是倒成一片 在后复员最辛苦的就是清洁队员和抢修的台电员工 不过很遗憾发生的民众等电等太久 殴打抢修人员的意外 其实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一直努力坚守岗位 但他们很多的心酸却很少被人注意到 今天我们要带您来看高雄市两位最基层的 清洁队员刘富盈和台电员工郭义富 他们在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垃圾堆 及高压电商工作 尽力让市民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 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林哲郎 林哲郎 好 小组拜开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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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现在出来了 那个 这个大小的西鸢 西鸢 古墟 有多重的 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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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那裡有到 燙到 現在是燙到 公公平的 要到那裡 你比較知道的 魚肉鋪頭 有什麼好看 有好看喔 這樣我會說 我在後面 什麼說 你現在正在做什麼班 我現在正在做什麼班 正在做什麼 那那個要穿的嗎 有什麼問題 你需要看的 那我看 那我看醫療方面 需要都沒關係 他割下的 我在割下的 那我是蜜蜜蜜 我太少三個了 那頭一個再剪 那一個這個還在剪下 他那個剪下的那個 竹皮都沒有誰說 現在就是比較高的 剪下春不濕 春不濕很平 那你現在說用那個 用那個 對 用那個紅外線 紅外線就烘了 那烘烘的 會比較軟 就比較拌 這樣 烘烘的要用頭皮補的時候 失敗 那這肉會一直增生 生到我這個政策 都不會緊張 那會扳掉的 以前我說 要它開刀 大家把它割掉 現在來用我割下 平常有看到這裡 要割下來補 補了就是這樣 現在補的東西 我們要固定這樣 都不能緊張 為了要給它割 生一生就好 靠腰 喝了之後不會緊張 那就是這個 臉不安 臉這樣看不見 我一臉都換了 後來 鴻仔也像 整個都換了 你不看這樣 不夠色 你看我這裡 這些都換了 我剛才靠到山上 像黃燕 你看我手這樣 這裡也中 所以黃燕的山口 你當然是在採工我同 這個我很... 對啦 人的也很謹慎 不然這樣 我今天如果百分之八 臉到這裡 我這樣燙到 誰沒有百分之六十米燙 好 放心 沒有燙 不然這樣燙 我現在... 反正也沒有在這裡說話 好 來 鴻仔魚 鴻仔魚拍子 不要一看 這樣現在做得來 這麼重 不要用重 不要用重 好 OK 這電沒有在進行 不是像外國說 有時候我這樣說 我吃一吃鴻仔 就不會電 那是騙人的 那是在說... 你們為什麼不怕電 沒人在不怕電 那不是說大電 這裡會電動 燒電 電到也會方向他 那是看你的技術 這就是做電的這行業 隨時都要注意 那位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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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位秉夫 你看都沒有來得到 所以他... 他秉夫就手了 對 那個手的薄 那位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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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六岁 那时候就开始一直在外面当兵 因为读军校 我们一般以客家人来讲 都是很注重乡情 亲不亲的故乡人 故乡水 故乡的泥土 故乡的景色 你看 人家讲着我们美农好山好水 真的以前我小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没有养猪 没有什么东西 很好 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是跑到水里面 人家讲摸鱼 摸虾 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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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时候 都好像一跑出来的时候 一生架的时候跑出来 有必回家了 有啦有啦 有啦有啦 都比普通家庭的家庭才 那时候我全是小孩 你不靠六岁来餘子 那一群小孩 六个小孩要打车 实在有困难啦 所以他就要去找鱼 一公子 小孩要打车 一公子 一公子 那又是一公子 一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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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好壇 別說 你看前一片 你要窩窩多 對啦 窩窩窩 窩窩窩做不好就對了 自己的工 窩窩一百步 你窩窩一百步 窩窩一百步 因為你窩窩一天要八百 對 沒 我們一窩窩窩不夠 窩窩一百步 就有將咯咬給你 今天這個塔曲覆盆他們把藏傳給打飯 然後扒東西 RoundTER 你知道沒有池線 不如果有秘書 有錢 而除了猿 predictable 2錢等 這不是這樣子 就買了四 其實那時候把藥牛 Fab A Science 他們會買草車 走熱 去跟苓神負貨車 立胃車 會 vit然鏟鏟 做 Milton He Stern 路堆看到摘牙克 炎的你給咯靶ка 做過了 他們長年,我們長年長年 還有... 他們很做清材做嘛 這個就能做出錯了 這樣已經落後沒做過 越去看撩的 越來越受傷的 阿蘇必要 遙了阿蘇必要 公法還要去 這邊沒有工廠 是 有沒有港澱 有沒有沒有 這個做的 有那個做的 因為在這邊鄉下 你們種了... 種了那個啦 你颱風一來 就沒有熟成了 你在那邊工作的話 你只有出一個人就好 就可以做得幾萬塊這樣子 所以說還是在外面那邊好 農村還是 政府那時候都什麼 什麼大建設各種什麼東西 因為需要很多的勞工 所以說很多機會 大家都往外面去跑 所以我們出去了 工作啊 在檯檢 檯檢是日本時代的 但是那時候也是很辛苦 因為那裡面的那個生產 是露氣 露氣是第二次世界炸彈的時候 是拿來當那個毒氣用的 剛一進去工廠老舊 很多的那個機器啊 還有管路啊 那個各種東西都會壞 以前一露出來的話 我們都是用衝進去的 雖然那時候 有防塗面積的人 那個來不及了 因為那個 那個一下子好幾十噸的 好幾十噸的 那個壓力的那種 一下來很強啊 那個範圍一下子就很 扣很大了 所以那必須就一鼻一口氣 就衝進去 一處理完以後 人已經受不了了 倒在那邊了 然後我就沒有在那邊當工程師了 因為那時候在化學公司裡 很多會就肝癌那些 我看起來不要了 我就退休下來 那我就是找那個補導會 補導會的話 他就給我安排那個環保局 那時候人家有些人 我說環保局又臭又怎麼樣 看到認識的都不敢見面 大自然為什麼會反撲為什麼 因為這是違反自然 各種大自然的自然 我們用的太多了啦 綽氧層啊各種什麼東西都呢 還有那個海洋啊地下水啊 各種什麼東西都汙染啊 其實說地球是我們大自然的 也是我們全人類的 所以說這裡面的那個東西 確實是真的是很珍貴 做這種東西也是一種說 良心事業啊 社會上的大自然的事業 沒有什麼啦 可是大家能夠說 能夠說有這種概念的話就比較好 要再拿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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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生龍尊橋那麼簡單 要你叫人來做工 就能夠做嗎 沒有這樓梯 不是說你技術的一樣 就能夠做 那個工具 又熟練 你這裡有辦法去做這個 不是說大家都可以去做 那裡面還有雅電的牌 才可以去做 你再做十年二十年 不然沒有要那個錢 後來我們還沒辦法去做 那就沒有要出來 你還沒辦法去做 那また會來 這個方法 不然不會去做 那麼不成功 怎麼會去做 他沒有辦法去做 好 好 我先吃了 我先吃了 我先要吃這個 為什麼 我要去吃它 把麵糊在一起 就像我們說都不會好 好好 你還喝一杯 怎麼 要一杯 什麼 不要一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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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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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那邊吃裡面 裡面那個溪就可以喝了 就可以捉那個魚、蝦 那些原土的生態的那個魚蝦 大部分都沒有 現在還好耶 以前的話都是種 都是養很多豬的時候 還污染這些水源地 其實這個水源地 都是我們大高雄在用的 民國那四年三月 開始地來混乱送報道 報道之後就開始混乱送 在這裡做條 每年都要擺客庭 還要在裡面最高 你要再放在那裡做好 還要注意安全 你稍微試隔菜 你像這個八這麼大 十幾里 你稍微出牆 你就都去了 或是說安全牌子不好 或是說稍微出牌 客廂 人賣的都會蓋在 不蓋在 我今年半年中 到我去找結婚 說要派來高雄屋 那來高雄屋 之後就去架仙洪湖 說 將去民國六四年 噢! 那很奇怪 架仙洪湖 你來 招山 沒有電 就要去找山路 要找山路 不是像八山 這樣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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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有浮電線 在走 那高雄屋 也在出門 你為了人家 要給予電 辦理公 高雄屋 你也都要走 要走 走不是有看 因為那小孩 三四年而已 一個屏 一個屏 都改進一個屏 純山路 牌是頭 一百百 一百百 就再一次 我就說 這不是賺錢的問題 是生命的問題 這樣下去下去 如果生命不下去下去 所以我就跟我們爸爸說 這不能再大了 這 我們六天都年輕 沒什麼頭髮 你就要大了 我先說 如果要這樣說 是就別人說 更緊張 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 其實背後 都有許多人默默的付出 最近又有颱風 可能影響台灣 事前的準備和預防 比善後更重要 看趨勢說真話 獨立特派員 謝謝您的收看 我是陳婷玉 我們下次再會 而第三屆南博會的舉辦地點 昏明 則是中國南進東協國家的 重要橋頭報 一筆不告別我 老順再抓備我 吃水那西花園 那西座米花花色 那西座米花花色 新月水花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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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西座米花花色 新月水花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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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路經濟大戰略所 帶來的新意義 surprised 新月水花花花園 新月水花花花 petit 新月水花花花花 新月水花花花花 新月水花花花花儿 抗日老兵奋战八年首土魏国 最后却失去家乡 台籍日本兵高杀义勇队 太阳旗翻成青天白日 为谁而战 聚焦台湾土地 多元光谱 人民新生 8月24至26号每晚10点 请锁定公示13频道 二战福事录 军款赞助公示 公示给你多元观点 这三菌我想把我脚碎吞没 天空会见我雨后彩虹 就算被伤伤把我毁灭 折走 还是有活下去的理由 都是因为爱 我思念离不开 把痛苦眼泪的口感 黄黄胜透 不出了 身汁灿 所以大家之前掌握 其实来源要跟妈妈一起听溯伏特的音乐 当大家来美术馆的时候 会有一位声乐家 公示这里就是 穿着我设计的服装 在museum空间里面慢慢地走 当他碰到有缘人的时候 他会走到他面前 问他 我可不可领为你唱一首苏普特的歌 可恶者刚开始的时候 认为他是给予礼物的这个角色 也有很可能在当下 你非常感动 所以这个歌者就会receive 你的这种情绪的波动 那也会感受到 这个整个project的 它的organic process 也是一个礼物 从对方马上就回到他们身上 所以这个诗与兽 其实是瞬间的 你来美术馆要离开之前 我希望你能带一朵花 跟着你离开美术馆 我希望你能把这朵花 给一位在路上碰到的陌生人 我相信有人会帮他拿回家 那也非常的OK 因为你其实已经经历过这段 就是说你要送 可是又送不出去 当观众来参与我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 用他们自己的生命的经历跟历史 使我的作品更丰富化 更多元化 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写 因为平常写也是不敢这样子 对 但这个比较好 既然从以前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听过人家说 书法要画这样子的圆圈 释迦摩依斯文说 生命就是呼吸自己 在我的写书法画画 都是有这个道理 一呼一吸 这就完整了 所以说才会有生命力 更多热血青春的好样前辈 尽在 前辈好样的 以上节目由感恩社会福利基金会 赞助播出 最单纯的感动 以及最纯粹的情感 从自己和他人的眼中 看同一件事 永远都不一样 公式完间十一点 很不一样 周一至周三 李思端 爱得万物论 宝财 我们先讲